哈喽,接着来讲讲说 大家都觉得我整的蛮成功的 因为都是从我那个做下合脚的时候开始关注我嘛 总说我,哎,你很幸运啊,没有遭过那些 养宠物就这样啊,没办法 就是很幸运没有走过那些弯路 其实谁没走过弯路呢,对不对 盘点一下我都做过啥项目啊 眼中和,鼻中和 轮廓,还有一个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做了埋线的梨屋,在这里 我原来只有这个,我为了对称 然后我这边就做了一个 你人啊,对自己下手就是狠 然后还做了嘴唇字的填充 我只填了下唇,上唇填了一下这里 就是微笑唇的感觉 还有填了下巴 曾经做过玻尿酸的全脸填充 因为我没啥脂肪可以让我填,我也想要脂肪 皮肤类的水光针啊 这种小气泡啥啥的,还有打过美白针 然后让我比较觉得很鸡肋的这种项目哈 美白针算一个 还有就是玻尿酸填充了 这都是我觉得咱大家都不要踩雷的一些项目哈 脂肪填充我不做评价,因为我没有填过那个 但是效果因人而异吧,后遗症也是会有的 就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 先说重灾区吧,重灾区就是我这个玻尿酸填面颊 苹果肌,类沟的这个地方 其实填类沟它会巨洁啊 现在几乎都用胶原蛋白去填这个类沟哈 大家就不要动玻尿酸的心思了哈 它笑起来这块会有个凸起 很夸张的一个凸起 你笑得越大那个凸起越明显 还有说评论区有说玻尿酸填鼻梁的哈 那我之前填出来是这个样子 它会不停的扩散 无论你是什么玻尿酸 而且每当你吃个感冒药什么头头脑热它就肿 开始肿开始发炎 后来呢我是做了这个鼻综合之后 把那个玻尿酸融掉了 肋沟啊下巴也都是融掉了 但是下巴现在融不下去了 还好它现在没有什么奇怪的症状 但呼吸也是要处理一下的哈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坑我也是踩过来的 就我说的话你们能听进去的就多听点哈 听不进去的您再多看看那种失败案例 我们搜一个项目的时候一定不要搜它以整形啊 千万不要搜这三个字 你直接搜以整形失败案例 面部填充失败案例啊 多去看看那个 如果说有10%的失败概率 这个失败概率砸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接不接受得了 OK 又有杠精该来说 你一个整容的人 为什么却别人不要整形啊 你完全没有说服力啊 对不对 但是我踩过的坑 有事实 有证据啊 这些如果你在说不听的话 我真的难以没办法 真的 我如果真的推荐你去整形 说明我没按好心 关于整容会不会上瘾这个问题啊 是有女孩会上瘾的 你调一个一个地方 你其他的五官的比例都会跟着改变 你做鼻子的同时 你的眼角会被扯起 做了眼睛 你整个的五官就会整个都变化 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 整形嘛 所有的东西必定是元素多 东西多这种就是好的 就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填充嘴唇子的时候 我在树前 我把我披好的照片 我发给了我的医生 我让他心里已经知道 我想要什么样 然后给我打针的时候 大概打了四针 我说医生好 我够了 我不再需要更多的柏妞酸了 那医生问我剩下怎么办 我说扔掉就好 所以说很多女孩看到我的嘴唇 就说你是不是填过 但是又好自然 讲这个例子呢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不一定填的多就是好的 改善到到你觉得美的时候 就已经足够了 量已经够了 就不要再加了 如果说问青天 你后续还会做什么项目的话 我可能用一些激光类的 去改善自己的皮肤吧 如果说五官的话 我基本是不打算去动 包括鼻子也是 如果现阶段可以用的话 我几乎不会去动了 包括我当时容了玻尿酸 这里的时候 医生问我 那你的泪沟怎么办 我说我不填了 保留自己的特色 包括前两天视频 那个纹身 对 那个是我唯一的纹身 让你们大家看到那个纹身 就想起我轻轻 绝了 所以祝大家美运昌龙 稍走弯路 拜拜